秦国在秦仙龚之地24年之后 实力逐渐增强 虽然次次的秦国还没有办法跟韩昭威出演起想必 但是秦国已经有了分法相伤的加速度 除了这些贡献 秦仙龚还给秦国伸样了一个号儿 那就塔娃秦小龚已经去了 秦小龚出生在塔巴党国军的第四年 秦小龚出生的时候 正是秦国在盖阁的时代 是秦国在陆里妥平的时代 所以秦小龚从小就被塔巴那种 要带领秦国奏向斯强的警神寻陶着 都说富墨斯娃们最好的老是秦仙龚那么努力的 那塔儿秦小龚肯定也不会惨 秦小龚上位的时候年龄也不算大 21岁 正是跌活的年龄了 次次的秦小龚已经心怀做过好多年 不但已经对秦国的理事有了深刻的回顾 而且对秦国的未来也进行了战亡 由于秦小龚塔巴也就是秦仙龚在继位之前 秦国勒争比较乱 假如威国编法强生之后 老是应该大秦国 所以秦国的国籍地位就比较低 中原来那把祖活果做成那把秦国花到一地那一步 人家灰蒙开party也不叫咱秦国 这样秦小龚肯定很省气 秦里面就像 你们俱灰竟然不叫我们秦国 那么闹秦人过去饶个舌 你们留国赶在一块哼哼 这多有气氛的 然后秦小龚再以愣惊死了 别人看不起咱 不但咱一块耍 根本原因还是咱秦国太弱了 子后边逛世恩回 针机骨挂 找慕詹斯 抡拱行哨 那简直是那里不符怼哪里 但是之后咱秦国处了点问题 我那好几个显人 秦里公公秦遭公秦建公秦处自 这四个大爷连自己的屁股都擦不干净 然后国家就出现了勒乱 三斤那把哈松趁几枪咱得和喜之地 这到了我爸稍微之后 我爸为了秦国的发展 为了能够恢复木公司秦国的地盘 那真是草碎的心 每次一向到这儿 那行里面就难过呀 朋友们兄弟们 伙计们算了不舍了 神多的都是累 只要你们谁有办法能够让秦国富强起来 那把你叫哥 那逢你高管 那逢你兔地 然后有个叫魏阳的小伙 听说秦小公在找人 觉得这是他能能 于是就把马一切倒倒倒 就由魏阳跑到欲阳来了 就是跑到心安的上边来了 魏阳来了之后跟秦小公一骗 最后决定要在秦国降临 耿沾边法强国 秦小公反正上识魏阳 觉得这小伙是个人才 也觉得在秦国边法这是真能能 但是到了秦小公上位第三年 准备让魏阳开始编法的时候 秦小公手底下有两位大臣 赶龙和都知 这俩叫死国国就出来了 不服魏阳一反对编法 于是秦小公就问赶龙和都知 那觉得魏阳是个人才 你们觉得行不行 赶龙说那绝对不行 都知说那也绝对不行 然后秦小公就说 你那觉得人家不行 你那冷的恨 你那咋不上天气 然后这俩就撵了 之后秦小公边开始碰魏阳 在秦国推行编法 凯思主要就是降临龙梗和军梗 此后老秦人也习惯了刑法 秦国的实力也逐渐增强 在秦小公上位第七年的时候 秦小公跟魏徽王在都平告了一次灰盟 灰盟这次秦国已经很久没有干过了 这次能在都平灰盟 就说明现在的秦国已经不是之前的秦国了 此后不但大败了魏军 并且把魏国国度安一都给保卫了 到了秦小公上位第十二年 这个时候秦国已经比较有钱了 然后告了个姓渡城 咸阳 从此大秦第一国便有了姓的基地 秦小公把秦国度成潜到咸阳之后 就把很多蠢子和兵成了仙 没有仙告一个仙灵官司 导致秦国一共有40亿个仙 随着编法在秦国的深入 秦国国里继续蹭蹭玩而穿 到了秦小公上位第十九年 周天子讽秦小公爵位为八 这就是秦国的国际地位 达到了官方盖照 周天子这个意思也很明确 曲良呀 你真理很猛 秦国在你的呆令下跟六国 那榜就是不一样 所以应该教你一生八把 来表达一个对你的精一 然后秦小公就算 叫八把就算了 那么善行人一把就要打 然后祖侯们也都跑来给秦小公打扣 秦小公派拱字烧馆 带领秦军 逢则回合祖侯 就现在开逢子东北那块 带着祖侯一块去掰尖周天子 真真是让秦国处境的风头 这距离六国看不起秦国 使秦国为一帝 也就50年左右事件 在这段事件里 秦仙公秦小公都在很努力的 带领秦国妥贫 终于在秦小公时期 完成了由弱秦到强秦的转变 可见人只要努力 一定会奏向成功 秦国这段事件的理事 就是恨好的证明 在掰完走天子之后 秦小公的收门业就只剩下4年了 在这4年里面 秦国最重要的事就是 吃饭睡觉 大威果 大三斤 然后就去世了 秦小公是21岁党秦国国军的 一共干了24年 去世的时候45岁 虽然秦小公去世了 但是一个急急相伤 走刁大六国的大秦帝国 正在向我们走来